在之前的時候 我就常常在女裝 然後我爸看到我的樣子 然後跟我媽開玩笑說 我們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女兒 然後那時候我爸是完全沒有罵過我 我覺得我爸是慈父 他從我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罵過我的性像 我覺得唯一的缺憾就是 來不及讓爸爸看到我現在的樣子 就是會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歡迎收聽聽 今天的我是女生 我是愛里 今天我們邀請到 台灣醉酒醉酒的變性王者 小A啦 其實我不是醉酒了 你哪不是醉酒 你才是醉酒 有沒有 我絕對不是醉酒 醉酒了應該是 可是我們這兩個真的蠻像的 什麼很像 下面啊 你說包包包嗎 你是幾年動手術的 我在2020年的10月份動手術的 是我在2019年的年底 然後那時候我說服我媽 同意讓我去做這個手術 2020年的2月要飛 但是那時候不是疫情爆發嗎 我媽就跟我講說 還是延期不要現在這個時間去 那時候就待在家裡面 然後一直等 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8月的時候 那個我們那個仲介 然後就問我說 我要不要趕快去辦你了 趁著這個機會 對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去做什麼 核酸檢驗啊 然後又跑一些報告啊 跑一些流程啊 9月飛過去的時候 幹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護照上面 不是要貼那個簽證嗎 然後他要蓋那個帳 結果我沒有蓋那個東西 我就直接坐著飛機 然後飛過去 然後當地的海關 然後打開那個我的護照的時候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 他說我沒有簽證 所以你沒有簽證 你就到泰國了 因為那時候金子姐 又給我一張那個什麼 醫院許可 我以為那個就是證明說 我可以去泰國的東西 我就打開那個姊姊就說 怎麼辦 然後姊姊就說 你怎麼沒有蓋到 完蛋了 然後說我這樣要被牽繁 那時候尷尬的點 又是那種就是禮拜五 然後要到禮拜日 才有飛回台灣的飛機 他幫你做什麼收身之類的 想說你是偷渡還是怎麼樣 沒有他沒有收身 但是我跟一個台灣的男生 就是關在一起 那男生也是跟我一樣的情況 就是沒有用到簽證的東西 你知道回去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不是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什麼 你只要有坐飛機出國的話 你回來就要隔離 隔離14天 那你想哦 你看我9月3號 9月7號被趕回來 你再加14天 你又要再去重新跑一次核酸 對 然後你又要去跑 重跑那些資料 重跑那個簽證 對 對因為你再次出發 已經9月底了 對 所以9月底這次到泰國 就是第一路徑 對 那時候就是9月24號 我記得那時候 9月24號再飛一次 10月3號動手術 那還好趕得上啊 對啊 那你怎麼原本那麼早就飛過去了 什麼東西 原本9月初就準備要飛過去了 但是你是表定 我跟你講 我本來表定是9月10幾號就要動手術了 你能懂那個概念嗎 是整個行程往後 Delay一個月你知道嗎 你就覺得超 好 這塊又被自己氣死了 我還好奇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我那時候的心情就是每天都是一直在等待說 我幾天好就要把它切掉了 哇 之後再看不到它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進去的時候 我每天都打手槍 哈哈哈 我們要進房裡面嗎 就是就是 對對對 我們要抓住說 最後要擁有它了 那幾天啊 就是以前 畢竟以前一直曾經一直使用它 為了還要回味那個感覺 我連那個什麼 自己打手槍的影片 我都把它拍下來 以後這也看不到啦 說也是 對啊 就是還有一個紀念啊 不過你的影片很屌 拍起來然後找一個男朋友 欸 我之前都比你大 我就拿出來 看在桌上 我都比你大 你怎麼回事 對 那十天之後你動手說了 哪一位醫師 就是 TD醫師啊 對 我幫他們問 對啊 笑死了 我不知道我見忘了這次 我不知道你剛才想那麼久 沒有我突然想一下 我先腦袋先放空一下 先想一下 誰 誰 被推進去的時候 他們要麻醉的時候 他們就是來的時候 那時候他是把我這樣 我就是躺在上面 然後他就 他就跟你在捆著 然後你就覺得說很緊張 因為你已經在緊張 他為什麼他要把你 把你這個樣子 他幫我上麻藥的那一瞬間 你知道麻藥進到身體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種很涼 或者是那種刺痛刺痛的感覺 我就說痛 痛痛 然後他們就說痛痛 我說痛痛痛 然後他就OK 然後他就直接拿一個氧氣罩 然後這樣悶上去我就暈了 然後暈了起來之後呢 就什麼都做好了 什麼都做好了 什麼都做好了之後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起來的時候 我就這樣 起來的時候 我就說 然後起來的時候 要打開一點 真的是這樣 嗯 就是類似下面有一個石膏的東西 對 什麼看不到 然後硬硬的 我還這樣敲了一下 都可以 摳摳摳摳 我想 摳摳摳摳 還在嗎 我很想要自己偷偷把它打開 對 但打不開 超硬的 因為它整個瘋死了 對 在住院這段時間 什麼事情讓你最難受 我覺得把管是最難受的 它是插在那個剖腹的地方 然後它不是插兩根進去 它那個頭在把的時候 你知道我那天 我最尷尬的就是那天我想要 護理師講說 我想要上廁所 他說待會請稍等一下 因為醫生就要進來了 對 然後我想完蛋了 然後醫生進來 我一直憋著 因為那時候便衣是止不住的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醫生進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那邊 oh perfect 然後開始拉 拉的時候 我就說oh my god 那個死差點噴出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還好我當初沒有直接噴出來 不然他應該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體驗 他可能會跟其他姐妹講說 曾經有一個病例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你住院完大概七天嘛 對 然後醫生拆開來 你就到外面去住了 嗯 那到外面去住 你第一眼看到你自己那邊的 感受是什麼 剛弄完的時候 不是都會有那種縫刃的那個傷口嗎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欸怎麼會 一開始做完是這個樣子 就想說 怎麼跟我想像中的那種完成品不太像這樣 對我有看過你的嘛 對 然後有看過可福的 我就想說完成品怎麼長這樣 你會想說自己是不是失敗了 對的我就想說 蛤是不是失敗了 會不會以後都長這個樣子了 結果後來發現這是一個過渡時期 過一段時間可能色素啊 退育清啊都退掉了 然後好像越來越好看 慢慢的成型這樣 但是是你想要的型嗎 是你原本做功課想要的型嗎 因為我那時候就喜歡追求那種歐美的那種感覺 歐美的就是那種白白的 然後下面粉粉的 然後他們就是一線包的那種 然後我跟醫生說我想要那個 然後醫生說沒有辦法克制化 沒有辦法克制化 沒有啊 以為是整型手術要克制化這樣 呵呵 那你第一次用女生生的 吸完尿尿的感覺是什麼 小便比較困難 因為你剛剛手術完嘛 可能下面還在腫 金子姐有說尿尿千萬不要用力的這樣 像男生這樣不是有時候會故意這樣 衝一下然後射很遠這樣 然後再加上就是我曾經有想過 你看比如說這個馬桶 你看我原本一直以為 我想說可以這樣 這個馬桶蓋那個馬桶的桶 我可能想說這樣 洞這樣打開 然後蹲在馬桶的兩邊 我想說這樣尿的時候 會不會直接這樣 直接方便一點 結果後來發現說 Oh my God 他直接尿的時候 他直接這樣順著這邊流 你知道嗎 他有時候還會分岔 他直接這樣流到整隻腳都是 對 我後來想說 我真的是異想天開 就來用這種方法 那總共在泰國住幾天啊 在後面出院之後 你說加起來之後嗎 你說去宿舍那邊對不對 對 去宿舍那邊 去宿舍那邊大概住了 18天 19天嘛 這麼壞 因為我那時候想要 趕快回台灣 對啊 那時候有哭嗎 哭是 不會啊 沒有哭啊 一個人我覺得真的還好 因為我平常就是喜歡獨居 然後或者是自己可以去逛街幹嘛的 所以我覺得 我反而比較喜歡一個人 自由自在 我最主要是想我的寵物 對 我想我的狗 我想我的貓 對 想要回去看看他們這樣 所以你在 術前就有跟男生做過了 從後面 然後術後也有做過 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啊 就是變成那個女生身體的時候 然後 包含我們在服用女性荷爾蒙啊 我們在做愛的這些方面呢 我們會更想要傾向於 就是那種身心靈合一的那種感覺 因為以前男生的時候 你可能就覺得說 我就擦一擦啊 然後手箱打一打爽一爽 這樣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現在變成女生的樣子 我們就會更去在乎說 現在在跟我做愛的這個男生 他是不是深情的款款這樣看著我 然後他會問你說 寶貝 舒服嗎 舒不舒服啊 這樣有沒有爽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哇 我好像是那種 就是那種小鳥依人 然後好像被那種霸道總裁 然後被那個壓著的那種感覺 就好像小女人的感覺 術後使用上面 是滿意的嗎 這樣講啊 因為我們的陰道 畢竟是用腸子做出來的 但是我們裡面的神經 可能沒有像女生那麼的 湊中複雜那麼多 對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會懂 那種女生做愛的感覺 跟我們做愛的那種感覺 我們只知道說 就是做愛的時候 如果男生在邊弄我的時候 他如果邊用另外一隻手 去摸我們的陰地的話 其實我們是會舒服的 問你是外部比較多 內部一點點 我覺得內部會有感覺 應該是遇到那種大的 然後又持久又特別硬的 然後他把你塞好塞滿 然後一些體味 可能他在上面啊 從你背後這樣弄弄 你就整隻 享受整隻被 包覆整隻被塞滿的那種感覺 你才會 更有那種Fu 不是 我真的有 現在這個嗎 現在這個嗎 吃不下了 笑子 吃不下了 你在手桌上面花多少錢啊 整張臉然後 肉體啊 全部的話 應該加起來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不確定貼數字嗎 因為臉還有重修 所以臉正常來講 應該是要落在一百五 好 臉一百五 臉一百五 然後身體 就像你看到胸部 三十八萬嗎 那我之前 摩滴又三十二萬 在更之前就是 圓盤龍毛麵 那時候就放了十八萬 那你看十八加三十二 再加三十八 現在的女王婆 這樣就多少了 再加上我們的屁股 我也有做假體 然後屁股做假體 也是三十五萬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 那個性別重置手術 是不是也三十九萬 拆肋骨手術 然後又花了二十這樣 所以就身體一百五 臉一百五 對 差不多 哇 對 很厲害 臉上做哪些啊 我自己的額頭是這樣 這麼個寬 五根手指頭這麼的寬 然後後來我有降髮技線 然後拉下來之後呢 我的眉骨這邊 本來也比較塗 所以我把眉骨這邊磨掉 然後我把墊片塞進去 你應該沒有做吧 我沒有做 對啊 我的是假體啊 你摸不出來 就看起來 看起來 就看起來也不會覺得說 欸 很突兀這樣 鼻子做兩次 欸 大概做四次喔 因為我之前是連霧鼻 對 然後鼻子超大的那一種 眼上你最滿意的一個是哪一眼 你說眼上嗎 手術 最滿意的一個手術 我覺得 我覺得是眼睛欸 眼睛 因為我眼睛 我眼睛很會電人啊 可是 可是你剛剛說鼻子做四次 然後現在又說 最滿意的是眼睛 這樣鼻子會難過欸 你想看眼睛一次就成功了 那鼻子動了動了那麼多次 對啊 如果現在 剩最後一次手術的機會 你想動哪裡 最後一次嗎 如果現在剩最後一次 聲音吧 聲音 真的假 你聲音有怎麼樣 說真的我們的外表都這樣 那如果我們的聲音 如果更 更細的話 是不是 就沒有什麼破綻 你是不是 嚇一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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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 好像聽說退休了吧 退休了 泰國有一些 卡蒙醫師 那些比較有名的醫生有來做 但泰國做下來的那個聲音 是你喜歡的嗎 Saman Di Ka Kamukka Tamukka Tamukka Kamukka 是你喜歡的嗎 我不知道 你看有時候那種泰國那一邊 他們講話的那個語調 跟他們的那個聲線 把它變來中文的話 會不知道會不會變得 我覺得你說的 可能會太多做 他講話那個語調 就是符合那個聲音 你就聽起來很自然 但講中文 我也會發現 每次我講中文 大家就說我像男生 那我講泰文 大家就說我好溫的 隨便講個泰文 Saman Di Ka Tamukka Kokunma Ka 對 你就很適合講泰文 就是講泰文 會讓你變得有點嫵媚 然後變溫柔的感覺 然後講中文 就開始正經為座 東三腔 哎呦 為什麼 為什麼 沒錯 到底是為什麼 對 你在講泰語的時候 那個聲音蠻厲害的 就很像 就很像真的是泰國人 泰妹 泰妹的感覺 好 我們回到Air的身上 不要再聊我了 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覺得說 想要變性 幼稚園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好像跟別的男生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說 小時候不是男生會跟男生玩在一起 女生跟女生玩在一起 但是小時候的我 我反而是比較喜歡跟女生玩在一起 對 然後對女生都完全 不會有那種害羞的感覺 然後跟男生玩的話呢 我就是會特別去注意那種 長得比較可愛的男生 或者是長得比較帥氣的 我就會覺得說 好害羞 我不敢跟他玩 好像有點那種愛的感覺 然後後來發生說話 好像真的喜歡男生 那時候你心裡會覺得 原來我是gay 可是他不喜歡男生 怎麼辦怎麼辦 我這樣是不是怪怪的 然後那時候就會在學校就是被欺負 他們怎麼欺負你 他們通常就是會說 直接看到我就說 媽 死人妖 不然就是在黑板那邊打 寫死人妖三個字 不然就是去廁所的時候 就說我要把你褲子脫下來 看你的懶教在不在這樣 講到去男廁所 你就會覺得說 欸 去男廁 然後你就很緊張 去會不會被堵 會不會有人埋伏你 對對對 然後他們就會故意 打開廁所不讓你進去啊 或者是你 他知道你 你以為你就算進去男廁所 你也不敢站在那個小便的 我那邊尿尿 因為你感覺背後很危險 對 他會跟你故意就說 喔 你有雞雞喔 對啊 對 你應該要去女廁吧 對啊 不然就是 就是你躲到廁 躲到那個隔間裡面 他們在故意撞一桶水 然後往裡面潑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不想要去學校上課 因為你跟老師講 老師會覺得說 啊誰叫你要跟同學不一樣 就不要那麼的娘啊 你就是不要那麼的怪異啊 所以你被同學欺負你活該 那你有跟你爸媽講嗎 就不敢講啊 就覺得講了也沒什麼用啊 家人又會跟你講說 你就要把男子欺負一點啊 你就不會被同學欺負啊 你就會覺得說 在學校你找不到幫助你的人 小我就覺得說 看到那些同學就覺得好煩惱 然後今天不知道有什麼 心花招要來整我了 就是因為狗中這樣被欺負嘛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我就選擇當一個隱形人 晚上就是一直在玩電腦 然後白天的時候 然後我去上課的時候都是趴著在睡覺 然後完全不會想要跟同學有任何交集 因為那時候流行的是MSN 我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你見不到那些虛擬的朋友 我還覺得比 現實見到的朋友還好 那時候對人性是一種非常不信任 後來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美容美髮 但是我那時候長輩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男生啊 而且我又是長子 你應該要讀一些什麼 類似資訊科啊 或者是電腦工程之類的 他覺得說電子 你要當電子新貴啊 你懂那個概念嗎 所以就說妥協了嗎 只能按照他的那個給我的路去走啊 有一陣子流行那個什麼 日本花美男 戴完假髮的時候 我的同學就跟我講說 欸我戴長髮很像女生 然後就說要不要化妝看看 結果化完之後 你看從那時候開始 扮起了我女裝姿 然後越交越多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在學校 又是風雲人物 因為那時候學校 都會舉辦一些歌唱比賽 我還得到第一名跟第二名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看我自己真的超屌的 然後憲哥有一個節目 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然後那時候不是有一個單元 叫少女系男孩嗎 然後那時候我去上了 那個節目之後呢 在學校聲明大道 就是大家都說 哇那個這不是上節目的 那個我猜的嗎 對那個不是上過我猜啊 什麼的 我就覺得看我真的 我真的超屌 然後 憲哥要穿女裝 那不就是 應該是說我那時候 掌上明珠 我覺得大學 應該算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真正四年 對 大學最快樂時光 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畢業之後 然後有一段時間 就是去打工嘛 打工再來就等兵單到了 等兵單到了那段時間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是會扮女裝嘛 那扮女裝 我就會把那個 女裝的照片把它洗成 洗出來 然後後來當病的時候 我媽就說 這麼娘的話 進去會被欺負哦 你沒有當過兵對不對 沒有 對 夏天可能早上五點多就要起床 天都是出去曬太陽 每天都穿軍服 每天都被子都要摺的真正機器 在裡面的時候什麼要說服從 服從兩個字 是 是長官 沒錯 是學長 對那種概念 你懂那個概念嗎 軍事化教育 所以在軍中最難受的 並不是性別的問題 在裡面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在裡面 因為我以前還故意裝Man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都平頭嘛 然後我以前的樣子 又長得比較兇 覺得假裝自己很Man 就不會被欺負這樣 然後後來進去我發現說 好像 好像可以 可以用一些柔情的公式 去攻擊那些自願藝的學長 然後一些班長 然後後來我就給他們看一下 我女裝的照片 他們就嚇一跳的時候 他們很驚訝 就說 哇 怎麼那麼像女生這樣 我們都會掛那個識別證 他們就把我照片放在後面 然後他們 然後有時候他們翻過來的時候 看到就說 這是你女朋友 那女朋友是那個 是我啦 不是我啦 我啦 然後 對 然後他們 他們就會覺得說 哇 很新鮮這樣 他們都在軍中怎麼稱呼你 他們以前會叫我小姐這樣 叫你小姐 小姐自己在軍中很臭嗎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我們就是軍中 又要那個切菜嘛 就是當幫廚 就是幫那個廚師切菜 然後 那時候 就說有人要進去的火房的話 舉手 結果旁邊有一對男生 在那邊舉手 結果那個學長就說 你手給我放下來啊 男生去怎麼去 然後他就說這種叫我舉手 叫我去這樣 那女人就應該要進廚房 我就說 好好好 你就去啊 你懂那個概念 我就就是 學長要不要幫你按摩 學長要不要幫你清粉絲 學長要不要幫你 辛苦了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沒有被欺負 我就是被 被揍寵愛的那一個 軍中就是 背揍寵愛的那一個 我就是掌上明珠 就是 軍營裡面的一枝花這樣 結果原本最擔心的地獄 是變成天堂 對 我覺得我真的滿幸運的 並不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遇到這種情況 對幸運就是 讓他們 對我百倍客戶 我才第一次享受到 說 原來這就是被男生照顧的感覺 被捧在手心的感覺 好 那退役之後 換到什麼工作 退役之後呢 我一開始去 滷味店工作 換一年吧 然後後來我去 那個火鍋店工作 是以小姐的姿態 還是以男生的姿態 一樣以中性的 都做不久 然後後來就是 接觸到那個 線上直播 我就用阿西雲 你有聽過嗎 發現說 每天男扮女裝 然後就是一個搞笑的那個 那時候也是真的有賺到錢 大概一個月多 賺一兩萬這樣 這樣其實也算多了 對 以當時的狀況來講的話 然後 然後後來 因為播的真的很 因為男生在上面播 真的人數沒有到很多 因為隨隨便那些女主播 都賺一個月大概賺十幾二十萬 你就覺得說 哇 他們都好厲害 他們每次開播 都會有好幾千 好幾百個人 幾千個人在看 我每次開播 都只有二十個 那個時候 你看到其他的主播 都幾千人看 然後你只有二十人看 但你是穿女裝的 你會心裡有種不平衡說 敢要說我天生就是女生的話 我是不是也可以到達這個人數 為什麼他們那些漂亮的女生 做的時候都那麼輕鬆 因為 有一些真的是唱歌不能聽 你知道嗎 她就直接唱歌啊 開播啊 然後 就五音不全 有實力了 然後卻沒有人看 沒有實力了 然後人家只是漂亮 然後就一堆人看 然後男生還心甘情願 一直丟錢給他 對 然後我心裡就會覺得說 那我還要這樣浪費時間嗎 我每天從火鍋店上班 上了快要四個小時 然後下班回來 不是先洗澡 我是在扮女裝 在化妝 然後在視訊前面 在那邊耍白癡 然後在耍 開播 對 然後在那邊開播 就覺得說算了 我就 不想要再播了 然後我就把我 我那個唱那個 有點甜的那個畫面 把它錄下來 想說這是我人生中 最後一次做直播 錄下來 我就把它丟到網路上面 音源機會 丟在臉書 瞬間爆 你無心插六六成音 那個機會就這樣來了 當初是想要以放棄的姿態 就說不管了 煩死了 對 只是把那影片 就丟上去 然後想說做一個保存 結果殊不知呢 就被分享 一直分享 一直轉發 一直分享 然後分享到香港那邊 然後開始新聞報 女孩子 講話開口 是男生的聲音 看似甜美 唱出來的聲音 是男生的聲音 這樣還很搞笑 走在路上 然後人家一直認出來 我原來就是 我要的那種感覺 這就是你要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其實是有個明星夢 對啊 我以前一直都有明星夢 以前那個作文 可能會寫我的志願 然後他就想 我寫明 我要當明星 結果同學還在那邊笑 就是長那麼醜 我那邊涼 涼涼槍 那個死人妖 要他當什麼明星啊 然後我如果心裡就想說 哼 我以後一定要出人頭地 我以後一定要打臉這些人 為了想紅 然後我就會負責手段 然後拍那些超級沒水準 尬拍那大聲的影片 比如說走一走啊 然後那個假的懶叫掉 掉到地上 或者是遇到那種歹徒有沒有 人家說別動 然後其實我是拿那個屌 在後面就指著他 結果打臉了 有回去蜜他們嗎 沒有 通常通知他們自己來覓 我說 嗨 還記得我嗎 還記得我嗎 我現在開什麼店啊 那你反不反應 邀請你來我店裡面吃飯啊 我們最近要辦同學會啊 要不要來聚聚啊 你看之前完全不會找啊 奪現實啊 就是你會覺得說 當你有利益的時候 當你有即可圖的時候 他們才會來主動 來跟你接觸 覺得你是一類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用一切的方法去貶定你啊 看底你啊 或者是羞辱你 所以你是上台了嗎 多久之後才跟爸媽講說 我要去變性 在之前的時候 我就常常在女裝 然後我爸看到我的樣子 然後就跟我媽開玩笑說 我們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女兒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媽也是覺得說 我應該要男生一點 然後那時候我爸是完全沒有罵過我 我覺得我爸是慈父 他從我以前到現在都沒有罵過我的 我的性相 包含就是你有時候親戚來我們家的時候 因為風鈴過節嘛 他可能看到你說 你不是那個長子嗎 怎麼會扮女裝呢 就會覺得說 你應該有男生的樣子啊 你怎麼會娘娘腔不男婦女裝 你生出 你們生出這個子女 你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這是我爸媽那時候是沒有理他的 你爸爸還是站在你這邊 對 然後後來我 對 後來我爸在2017年 因為發芽意外過世 因為細菌感染嘛 我本來有想說就是 我有一天可以跟爸爸媽媽講說 我想要去做這些手術 我就沒有跟我媽講 因為我媽就是承受不了 那時候不敢講是他媽媽其實已經 承受了喪失爸爸的痛苦 我媽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如果你這個樣子的話 我就直接給你看 就是很容易去情緒勒索人家 之前很多人都說 我之前不是曾經說 不變性不整形嗎 後來不是打臉自己嗎 但是我那時候現在是顧慮到 我媽的心情 就是知道第一個反應 他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去變 我生的是男生 我就是希望你以後是一個 有成就的人 所以才反對不讓你去 他有反對嗎 有啊 有反對 然後後來我也是跟我媽講說 媽你看喔 爸爸這麼早走 你看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暫的 你看你幾歲變了 27 對啊你20幾歲就變了 你看我31真的很晚了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我還是想要去做 就是至少我是開心的 你看我前面已經當了31年的男生了 那我往後我想要用女生的姿態去 活下去這樣 其實你本質上是沒有變的 對啊 而且我跟我媽講說 本質上還是沒有變啊 我就覺得說 你看啊 我還是會一直養你的啊 我還是會照顧你的啊 我還是會撐起長子 該有的那種本分啊 對啊 這哪怕你連意放手 我應該是說我媽就是 有點就是被我感動到 還有被我說服 她覺得說 因為不管再怎麼樣改變 都還是自己的小孩 至少我還是孝順啊 我覺得唯一的缺憾就是 就是來不及讓爸爸看我現在的樣子 這樣子 嗯 就是會又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說 嗯 你看我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我原本想說 不要讓我爸想幸福 不用再出去幸福的工作 然後也讓爸爸看一下我現在的樣子 就是來不及說 就是我覺得唯一的缺憾就是 來不及讓爸爸看我現在的樣子 讓爸爸看完 帥